你也是褒衣出身 伺候皇上得了抬起之戎 与贫妾又有什么两样 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 说戏 打呀 这 打呀 还没问妹妹归名呢 贫妾姓白 名蕊姬 白蕊姬 蕊姬 一听就是个好名字啊 像是贡人观赏取乐的 命里注定的缘分 能够皇上一时之乐 便是贫妾的无上福责了 别以为皇上封你没答应 你就能飞上枝头了 就你那首琵琶弹的 皇上就是闲时 当个麻雀鸡渣听个笑话罢了 还真当自己是凤凰青蹄吗 贫妾自知琵琶技艺 不如贵妃娘娘 资容更是难比 但贵妃娘娘想过没有 皇上为什么放着您一手琵琶 绝技不听 只喜欢贫妾这些 不入流的威莫功夫 还不是你狐媚勾引 使尽了下作的手段 贫妾能有什么手段勾引皇上 不过是年轻几岁罢了 这岁月匆匆不饶人呢 大胆 雷大印 在贵妃和本宫面前 不得无礼犯伤 贤妃娘娘别痴心 岁月怎舍得博带了您 凭借说的是谁 那人心里自然清楚 主 双夕你还愣着干嘛 上去给本宫伤她的嘴 喳 贵妃娘娘 白氏刚刚答应不懂规矩 若现在即刻责罚 要是皇上知道了 怕是会有不悦之意 她是皇上清风的答应 本宫是皇上清风的贵妃 云你之别 何况她敢冒分本宫 双夕还愣着干嘛 打 喳 前贵妃息怒 贵妃 你也是报应出身 此后皇上得了台妻之容 女贫妾 又有什么两样 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 说戏 打呀 敬 大鹅 贵妃娘娘 下来吧 皇后娘娘驾到